救護車一到現場 不是要再病患嗎 怎麼病患不上車 一路衝過來 對著擋風玻璃揮拳 小跑步跳上引擎蓋 一拳擊碎玻璃 過了兩秒再捕一拳 玻璃裂成蜘蛛網撞 家屬緊追在後 但男子怎麼勸都去不動 更誇張的是 他竟然搬開後照鏡 趁消防隊員調整的時候 再度挥拳攻擊 在這個等待的過程中 沒注意到患者 又從後方追上 然後直接打開我們的副駕駛 又攻擊我們的警察 11號晚間 圓林消防分隊一部救護車出勤 沒有想到才剛到救護現場 卻被病患攻擊 消防隊估計 維修費用至少要6000元 家屬承諾會全額賠償 幸好被殴打的消防員 沒有受傷也願意和解 否則真要追究起來 可沒那麼簡單 記者 孟輝 彰化報導 早上